NA小比利钢索 PK魔方小比利钢索 到底谁更强呢 哈喽兄弟们我是刘哥 今天分享魔方家即将发售的小钢索 同时呢也跟NA钢索进行全方位的对比 来看看到底谁才是小比利钢索的天花板 首先高度方面 两款钢索到头顶都是13.5公分 这让我有点意外啊 因为魔方小柱子呢 可是比NA小柱子要高了0.5公分 这究竟是NA做大了 还是魔方做小了呢 外观造型方面 两家都是高度还原G动画形象 完成度都很高 身形部分魔方钢索要壮硕不少 对于我这个壮汉控来说 魔方钢索自然是更合我的心意 NA钢索小腿用了淤泥附带的填补盖板 在这方面魔方钢索自然是完胜的 而在涂装以及细节点缀上 NA则明显更胜一筹 魔方细节少还可以解释为还原动画 但这塑料感满满的尼龙料子 确实无法跟烤漆涂装的NA相比 另外NA钢索龙爪和脚底板是合金件 即使身形瘦了一大圈 但仍比魔方钢索重了11克 一个外观完成度高 一个涂装品质好 这一轮的比拼到底谁更强呢 兄弟们不妨来投一个票哦 那么关节紧实度方面 这款魔方小钢索呢 可以看到晃动之下还是非常紧实的 可动性方面头部呢 可以抬头这么大的角度 是一个球形关节左右 还有360度旋转 NA小钢索呢也是一样的机构 手臂360度旋转非常紧 手臂平抬的话呢远超90度 可以看到NA魔方两个平台的角度 都是差不多的 手肘弯曲的话 魔方明显会大一些 而魔方手臂这边 还有一个前拉90度的关节 那这个样子就可以做出 更多的一些姿势了 就是这一块啊 比较松 NA这边呢 它是一个下拉的这个关节啊 它不是往前是下拉 你看NA这里啊 就非常的紧实了 手感明显更好 腰部360度旋转 有弯腰 弯腰的关节并不到90度 而且它又是一个拉伸的关节 虽说呢它可以这个样子 相当于是腰斩的一个活动性 也是比较松一些的 NA这边呢 可以看到弯腰关节达到了90度 比魔方更大 当然它就不能够挺胸了 腿部这边前裙甲呢 是MP44类似的那种 隐藏式的前裙甲 你看这个样子的话 前踢角度就非常大了 完全是一个往下拉伸的这样一个关节啊 但很可惜呢 它这边后面的后裙甲 没有做出分件 导致你看 它的后踢角度非常小 侧踢能够超过90度 大腿360度 膝盖360度 膝盖弯曲达到180度 脚步接地90度 NA这边前裙甲呢 是传统的往上抬的前裙甲 那这个样子呢 前踢你看 还不到90度 但是它好就好在 你看 它的后裙甲是一个分件 所以说后踢的角度 远超魔方 侧踢正好90度 也是小一些的 膝盖弯曲90度 也是小的 然后呢 脚步接地性的话呢 90度一样 至于垂地pose方面 两家的钢索摆的都很自然 不过从活动范围上来讲 还是魔方更胜一筹啊 只是魔方手臂 还有腰部这边啊 稍微有些松 扣了一些分数 最后武器配件方面 两家都差不多啊 首先这个枪方面 这个NA的居然比 魔方的还要大一些 这个大宝剑 明显是NA做的更加的精致 并且这个火焰特效剑 龙形的时候也能用 魔方这边呢 还多附带了一个王冠 而这两只蓝色的鱼 我怎么感觉模具 看不出太多的差别啊 当然这边因为是评测键 所以说没有上漆面啊 最终的应该跟这个差不多吧 这边拿上各自的武器 给兄弟们摆个pose 作为人形的结尾 不知道兄弟们 看完这个部分的对比 你们觉得哪一家的人形 表现更出色呢 可以大幕说一说 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 魔方钢索的变形过程吧 变形方面 我个人建议啊 先从它的下半身开始变起 先把这边的这个脚底板 给它伸出来 用手抠住这里 给它翻出来 然后呢 这边啊 咱们突起凹槽 先给它结合住 再来把小腿内侧 这块盖板给它翻出来 这边呢 就是龙尾的部分 这个也是比NA的版本 要做的好的地方 其实就是增加一个挡板 这个也很简单啊 然后呢 给它往外旋转180度 这个时候非常经典的 大腿收纳进小腿的 这样一个折叠 咱们就给它折过来 然后盖板给它翻下来 扣好 另外一边也变好之后啊 咱们就是进行各种的合并 这边侧裙甲的位置 你看 有一个凸起凹槽 结合进去 这个下半身 咱们也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上半身 先变手臂 咱们这边给它翻出来 然后呢 手掌收进去 再给它扣下来 然后整个手臂呢 给它拉长 然后呢 身体这边侧面啊 这边往外拔一下 里面有个卡扣 松脱一下 那么这个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背包 给它拔出来 接着上方这两个板件 给它翻起来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里啊 给它解锁开来了 没有错啊 这个胸口啊 这好像也是我第一次碰到 钢索的产品呢 是把这个胸口呢 直接给它拆散了 不光是侧面啊 连正面这里呢 你看这一块 也是可以解锁开来的 那这个有个好处啊 就是人形的时候 你在这边贴一个 博派的标志 龙形的时候 哎 这边就没有了 因为在动画片里面 确确实实 龙肚子底下 是没有博派标志的 这一块设计 魔方也想到了 咱们整个这块 给它拔下来 然后呢 把这两个部件 给它翻进去 这边侧面 这个灰色部件 给它翻转出来 然后呢 给它利用双关节 你看 往下折一下 旋转180度寸厚 接着咱们用手抵住这里 然后呢 给它往下按 这样子呢 就缩短了 那么再把这边呢 给它翻折进来 整个的这里呢 给它推下来 这个时候 我们把旁边的这个侧板啊 通过这里的一个卡扣 先给它扣上 后面有个卡扣扣上 最后这边呢 再给它侧边 继续给它扣回去 那这块呢 拆散之后旋转 再把这边给它收进去 确确实实是 比较少见的一种 比较新颖的设计 然后呢 再把脑袋 给它往后折 最后很简单了 就是把这边的龙头呢 咱们给它扣下来 这边给它包裹过来 后方这里扣好 前面这里卡扣扣上 最后调整一下脑袋 嘴巴张开来 OK 那这个样子呢 这款魔方钢索的龙形形态 就已经变形 完成 这边我再把NA的这款钢索 也变形一下 方便大家进行对比啊 首先呢 咱们需要把这个盖板 给它拔掉 没有错 这个盖板变形的时候 是不能一体变形的 它这个腿部的变形呢 非常简单 你看就这边里面 这个尾巴翻出来之后呢 然后呢 把这边这个腿啊 给它往内折下 这样子呢 进行个180度的旋转 然后扣回去呢 诶 这个就成为了龙尾的部分啊 这个手部呢 很有意思啊 你看掰开来之后 这里旋转180度 然后呢 这边给它收纳进去 再给它扣好 你看就变成了梯形 而人形的时候呢 实际上 它是一个长方形的 这一块切换也很有意思 而胸口位置这边的变形啊 非常简单 你看这边 给它拉下来之后 腾出这里的空间 咱们就可以把这一整块 全部给它推下去了 就不需要像魔方那个样子 还要拆成三片 从这方面来讲啊 我这种上了年纪的人 真的很喜欢这种 简单的变形方式 你看 三下五除二 咱们就把这个 NA的钢索 已经变形完成了 那么在龙形的部分 可以看到 魔方的钢索 是要比NA要大上一些的 明明人形是一样高 为什么龙形却大了这么多啊 从侧面来看 可以发现 这一次魔方的整个侧面 非常的平整 基本上没有什么凹洞 不像是这款NA 上面有大量的 锚钉的凹洞 连这边脸颊位置 都是一个 确实显得很突兀啊 那可以看到 你看 这边就是两个锚钉 后方这边呢 也没有太多的破碎的地方 这边脸完全是一个完整的 说实话 这个钢索 如果你不说的话 真的是非常像是那种 不可变的 钢索龙形的模型 这个完成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我很满意啊 整个背部呢 也是魔方更加的平整 基本上没有太破碎的地方 那么NA这边呢 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孔洞啊 包括这边尾部 也是显得比较破碎 当然 它这里啊 有三段的关节 这一点是很不错的 而魔方这边 就完全不可动了 正面的话 两款产品都是很出色的啊 所不同的就是魔方这边呢 可以做到隐藏标志 这个设计我很喜欢 可动方面 头部抬头低头 这边脖子的旋转 然后嘴巴呢 是可以张得非常大的 并且里面是有一个凹洞 可惜它没有附带 那个火焰特效件 我相信后面魔方 应该是有附带的 那目前为止 肯定还是有附带的这个NA 做得更加好了 我喷死你 然后啊 眼睛当然也是可以切换成红眼的 咱们给它进行一个旋转 给它扣下去就OK了 但是切换了眼睛 但是没有火焰 你霸气给谁看呢 小手的可动性相当的不错啊 并且这里呢 还具有360度旋转的一个关节 而NA这边呢 就不具备旋转关节了 所以说它的手啊 就只能够这个样子 稍微可动性受一些影响 腿部侧踢这个关节非常大 但是很松啊 然后呢 这边你看 往前折角度很大 往后这边呢 也是可以的 而魔方这款 只能够往前 往后就不能够了 当然你可以作弊啊 这个样子也行 最后我让NA和魔方的小柱子 骑上它们自家的钢索 来进行一个结尾啊 总之呢 这一次这个魔方的小钢索 我个人感觉啊 无论是人形 还是龙形的完成度 包括可动性 以及变形的巧思方面 都是让我非常喜欢的 如果只看这几个部分的话 我甚至觉得 这款魔方钢索 是我目前为止玩过的 可变形的钢索产品里面 做的最出色的一款没有之一 可惜魔方在涂装做工方面 还是拉了一些分数啊 特别是跟NA对比的话 完全是被秒杀了 所以说我经常在想啊 如果能把NA的素质 给到魔方的话 那绝对是一个天秀 所以说对涂装做工 很在意的兄弟们啊 还是等等后面 魔方出的金图版本吧 反正他们家 肯定是会出金图的 OK 这视频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